我們從節目上討論到節目下 廣告還一直在討論 導播不斷的說 這個要看人不要再吵了 不過這個總統大選 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也很高興 這次在這個選舉當中 讓華裔真的是掀起來 整個大家的一個熱情挑起 不過我想在這裡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也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不但講希望注意一下 local的選舉 那這次在我們Harris County 有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就是休斯頓獨立學區 大家我們華人經常講 我們最重視的就是教育 但是教育學區委 每次選舉我們華人 好像都看不見的樣子 那這次華人 這次這個休斯頓學區 我們出現一位華裔候選人 這個Anson 那他在這個初選的時候 他是最高票 那現在呢 在12月10號的時候要決選 其實現在就已經是early voting了 馬上就可以投了 我想Anson 這個馬健跟他有一些互動 你講講看他這個人好不好 Anson 本身 他是廣東裔的華僑 第二代 第二代 他能講廣東話 能講廣東話 他是我們很典型的華人 就是很務實 他不是個政客 苦幹實幹 那在哈佛畢業之後 在這個休斯頓這個學區 在這個低收入的學區 就100%這個低收入的學區 教高中教了這麼多年 沒有諺言 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 對 碩士博士 他可以出來拿一個高興的職位 他的父親也問他說 你為什麼來做高中老師 這是真的他的 passion 他是真的熱愛他的工作 因為他能夠在老師跟學校這一塊 他看到了這個 在這個實際基層上發生的事情 他做的 board member 他才是 所以大家 Huzen Chronicle 修盛記事堡已經 endorse her 所有的這個教育家都已經 endorse her 為什麼 為什麼 endorse her 因為只有他是能夠上任 第一天就能做事的人 因為他能了解真正什麼需要 他從基層作詞 對 其餘的另外三個候選人 跟這個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一個是律師 跟這個有生意 另外Victorian 我根本不想講 他根本就是 這很多人就是 反正看到有空 馬桿子打不上關係 跟這個沒有任何關係 只有他是真正專業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 因為他這個人 真的沒有任何的華僑 真的是很實在的一個人 這個很重要 他很實在 所以當你有 他身為 他也是個母親 所以當你有小孩 你在關係教你問他的時候 他會很實在的跟你講 他不是打官槍 也不是這種政治的方式 另外很重要就是 我們這個AN他本身 他這個區裡面 應該有一千多個華人的 這個姓氏 有一千多人 所以應該有一千多票的 這個華人的實力 對 現在是講700 但是我覺得 大概300多是還沒有 不知道的 就是他的選區其實很大 所以希望大家 其實上網很容易去找到 你是不是ANSON的選區 很重要就是要去投給他 因為這個runoff是很危險的 因為這個ANSON 讓我們提到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這次的選舉 剛剛這個大選的總統 我們很多數據已經出來了 在Harris County本身 我們亞裔的last name Asia的last name 不只是華人 Asia last name 我們從4% jumped到5% out of total votes 那對你看整個數據來說 才jumped1% doesn't mean anything 但是以我們亞裔來說 that's a 20% increase 從4%到5% 20% increase 在很多小選區裡頭 他就有關鍵的力量了 對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以前we had the demand 我們要問共和黨或民主黨 或是問當權的人說 給我們一個位置 我們現在不用再 ask them we will get our own seat 因為這個5%是能夠 swing vote的 能夠改變 當然我們出來進行 我們還是不能夠指 dependent on華人的這個vote 因為我們不夠 but for ANSON 我們每一票都很重要 因為runoff的話 你可能贏個十幾票都有可能 因為大部分的選舉 到runoff的時候 投票率都非常 對 誰要再去投一次 為了這個 而且這個early voting early voting的這個投票所很少 對 沒有幾個投票所 而且都基本上在 在 downtown附近 然後這個投票非常不方便 所以說呢 反而在這種時候 如果就像您說的 在這個選區裡頭 不要說一千票了 有個三五百張票 都可能會影響選情 像這種選舉 其實就像您講的 差距可能一百票以內 它會非常小的這個 所以真的希望我們觀眾們 如果能夠繼續去查一下 或是有親戚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區真的很大 有好區有白區 查一下很簡單的 一上去就知道 用臉書也可以 然後去出去 去替他投這一票 是是是 尤其是這個Harris Harris這個獨立學區 是在全美國 好像是第幾大的這個學區 好像我記得 好像第三大還是第四大 而且經費也是好幾億 手上的經費 而且這會影響到 我們自己小孩子下面好幾代 對 所以大家呢 如果要查這個 安宋的這個投票 怎麼樣投票給他的話 可以上這個 Harris County的網站 HarrisVotes.com 那上頭你就可以找出來 那你可以提早投票 現在就可以去了 或者是12月10號 當天也可以投票 我們希望這次在這 這麼重要一個位置裡頭 能夠看到一位華裔 而且是確實是一位 Qualified的人 來做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說 這次選舉 當然我們整個華裔社區 有好的現象 也有不好的現象 不好的現象就是說 發生了很多的爭吵的情況 那當然這個爭吵 也不能說 說怪我們華裔愛吵架 其實就是你候選人在那邊吵的話 基本上支持群眾各擁起組 就很容易激起 這個吵架的一個對罵的 對不起 對不起 你這樣講我覺得很不公平 激起這個爭議的 只有一個候選人 就是我們現任的總統 在攻擊的也只有他的支持者 這個所謂的Progressive 本身就是文可派 誰去跟誰去 但是說實在的 在社交網站上頭 我們看到Harris的支持者的攻擊力 你絕對不比川普支持的攻擊力 OK 你說是攻擊嗎 還是說我們是call out 一個種族其實是racist Nazi 我這算攻擊嗎 你本來就是納稅 我能不講你嗎 你侮辱女性 你歧視移民 我在攻擊你嗎 No I'm just stating a fact 對 但這次呢 就是大家吵得很厲害 也說明了 大家對支持那個選舉 非常的關注 另外我們也看到一個 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家庭裡面 年輕的跟父母完全站在隊裡面 年輕的是可以說是Progressive 那個年紀大的他就支持那個 不過這個基本的版圖 我覺得在華裔的基本版圖上頭 並沒有太大的移動 坦白說 就是說老一輩的 我們今天就不要想 不要管兩個候選人的特質 基本上老一輩的經濟基礎 就是這個年紀大部分 亞裔裡面選共和黨 他這個基本上不分主義啊 這個基本上不分主義啊 坦白說年輕人大部分 都是會比較希望能夠 有一個比較自由解放的一種環境嘛 但是這個亞裔的這個 傳統上 一直都是民主黨 對 民主黨 年紀大的部分啊 但是呢現在看著一個趨勢啊 就是你比如說這次啊 亞裔裡面選共和黨 他在百分之二十幾啊 沒有超過百分之三 當然啦 亞裔基本上還是民主黨 我們上次在節目上提過 對啊 我們上次在節目上提過了 基本上這一次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少數族裔不支持民主黨 而是少數族裔支持民主黨 沒有過去的多 對 少了很多 是 少了很多 第二個 不是說勞工階級不支持民主黨 而是勞工階級很多不投給民主黨 是少了很多 很多人沒出去投票 對 所以不斷的減少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川普的策略運用上頭 又吸收了號召了一些 過去不投票的人 就一加一減的來回當中 讓他獲勝了嘛 因為有型人有怨言嘛 那正好他那個話一刺激起來 但是不要忘記這樣的 因為這個 咱們知道這個希特勒是怎麼上台的 也是選舉上的 而且他也是在一個 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憲法 這部憲法裡頭崛起的 這是一個 經濟也很困難 是吧 一煽動就起來了 我剛才我這次選舉完激情過後 很多年輕的朋友跟我講 有的很失望 也有很多朋友 就是他們支持的候選人 贏了很高興的來吐槽 沒有關係 我就說 四年之後 不管做得好或不好 對我們大家都是同舟攻擊的 他說把大家都倒楣 但是很重要一點就是 我跟他們講 我說希特勒這個德國的弟子 還有日本弟子 日本侵華以一比一百 我們有幾億的人口 他們有多少人 為什麼他們能夠侵華 因為大家都說不關我的事 等到輪到你的時候 沒有人聽你說話了 所以現在 你要更激起來 你不滿意川普 不滿意他們親友派 你一定要團結 就 Solidify your resolve Go get it done 去去投 去選舉 我倒覺得 我倒覺得沒有這麼搞啊 我倒覺得這次選舉 是被遺忘的一代 最後一次的反擊 最後一次反擊 最後一次反擊 也就是說這個被遺忘的一代 基本上是 是在產業升級的過程當中 沒有趕上的 對 那川普抓到了最後一代 對 對於川普這個年紀來說 也是他的最後一次 但是總結來說 就是從結果來說 我們看主流 雖然說希拉瑜失去了這個選舉 當他拿到多達兩百三十多百年 所以還是可以看到明星 主流的氣氛 還是在這邊 主流是往南的方向行走 社會總是越來越liber 就是這個社會 不能說光考慮吃飯問題 還要考慮社會公正問題 誰老在強調社會公正 對吧 公平對待所有人 這就是民主黨的這個觀點 不過民主黨這一次 他忽略了就是 對啦 就是被遺忘的這一代 他自己也忽略了 這一代 這一代照理說 應該是他能夠難化的 對 其實傳統上都是 對 傳統上都是他 但是有一個 其實川普說是給你們工作 但是奧巴馬一直是說 讓這部人有受教育的權利 是 因為受教育才能從長遠 讓他們完全脫離傳統產業 是 進入像比如說 加州陽光地帶的現代產業 對吧 為什麼現代產業都支持Hillary 因為這個趨勢就是說 現在說 希拉麗所代表那個政策 其實代表是未來陽光政策 川普的是要把工作拿回 他是傳統產業 傳統產業是沒有希望的 對吧 所以說 這奧巴馬現在就說 工作在做 你說沒有擁抱那些 那個失落一下 但他用 給大家都有教育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來得慢就是 對 這個太慢了 太慢來不及了 因為你每四年就要選總統了 所以來不及了 所以現在這個失落意見 實際上 川普說的製造工作機會 坦白說現在即使是製造業 對 都是自動化 就算你製造業回來 也顧不了幾個工人 也就是說你真正底層 沒有技術的這些工人 還是找不到工作的 這些工人一定要自己開始 他們其實也在開始了 往新的產業走 是吧 任何一個社會 必須要提升自己 你比如說中國大陸 很多產業都已經轉移到柬埔寨區了 做鞋子的 做衣服的 你怎麼可能說再把這個製造業 再拿回中國 這是一個趨勢 美國也不可能再把那 對 所以說我想 我想這個 不過無論如何了 至少呢 在這次選舉當中 讓大家看清楚了很多的東西 我想我比較不像馬建亮覺得說悲觀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被遺忘以待最後的一次反撲 經過了這一次以後 經過這一次以後 或許共和黨他會開始思考了 對 他的政策走向 是不是應該 再往中間靠攏一點 或者是說整個社會 整個世界的趨勢 左右的這種定義 會重新改變 是不是共和黨 這個會被一個黨外人給劫持了 以後普京的情況應該怎麼辦 對 那共和黨自己要反省 民主黨本身也要反省 為什麼他能夠在 這個民調根本是錯誤 媒體這個操作 而且大家好的民主的國家 成熟的是要往中間靠攏的 太極端的是沒有辦法 對 要做越moder越好 那當然兩邊都能平衡 如果民主黨一直都在贏的話 贏了十幾年 我們當然 我們也要去同共和黨 但是民主黨如果說 他這次失去的話 你要看看現行什麼樣的現行 如果他一直這樣往上走的話 其實這個落下沒有關係的 只要他的主打方向沒有出大問題就好 比如說你絕對不能說 把這個美國的所有的問題都看成是移民的問題 這就是如果你要這樣看的話你就錯了 基本路線就是錯誤 不管你怎麼改都改不了 不過我想這次選舉可以說是川普用了顯招 偏偏民主黨又重計 才會造成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好 我們今天討論非常熱烈 不過時間不夠了 我們以後再找時間繼續討論 歡迎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歡迎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